好那現在我已經回家了 然後我剛剛在合標補貨屋買了一大堆的戰利品 那我這一次呢主要是買了一些十萬類的商品 然後每個作品都買了一點 其實現在豆漫商品很多元化 好那我就趕快來開一下 先從哪個開始呢 所以我就拿一個 這個是咒書迴戰的巧克力球 除了是一包巧克力球以外呢 它後面都會再附一張卡片 這次的主題就是可以給大家說應急糧食人 真的疫情不能出去買食物還是可以應急的 嗯真的很好吃欸 超讚的 這個咒書迴戰的裡面就是像這樣子的巧克力球 來看一下抽到誰了 它的正面的話就是會這樣子有種3D的效果 這個是Tiny Tan系列的糖果糖 它裡面會有一個Member的圖案 或是團體的那一張圖 包袋裡面喜歡的是B 是J-Hope 我真的好可愛喔 我抽到的是J-Hope的糖果罐 它裡面會有附三顆糖果 然後不一定是跟外盒一樣的那個成員 不過呢它裡面會有一張貼紙 裡面的這張貼紙就是跟外盒一樣的 Twist Day的新一旦的糖果 看一下第一張抽到誰會 第一張抽到是Apple的 它這張卡片的話是後面會有花的背景 然後它的花的背景會有一點迷猴光的效果 大家看看它的反射 裡面呢都會有兩顆糖果 1 2 3 SILIFERS 在我的威化筆卡大戰之前 我這邊還有買了兩個東萬的東西 這一個是色紙 然後另外一個的話是糖果 我其實不太清楚這是什麼耶 它好像也是糖果罐類的東西 它抽到誰呢? 它比較難開一點 喔!我抽到三個人的 就是 喔!它是這樣四季可以撕下來的 喔!天啊!真的太可愛了吧! 它的背面是 Dora Game跟Mikey在廟會的圖案 古早味的像是老街會有的那種玩具店的 蘇打汽水糖 滑開的話就可以把糖果倒出來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色澤部分 1 2 3 Mikey 我抽到是Mikey的 會有一種金屬的材質在上面 然後背景會有點油畫的風格 裡面的糖果是一個口香糖 這個超常在食碗裡面煎到口香糖 再來呢就是一些味化餅類的東西了 賣了蠻多作品的 我就先從剛剛有介紹到的東萬開始吧 我這次一次性買了五包 因為我很喜歡這次的圖 就很想趕快抽到它的這個Special Cut 東萬這次的話也是巧克力口味 第一張抽到的是Mitsuya的 然後第二包抽到的是 喔! Doragen的 欸這個應該就是Rare Card吧 我抽到的是Special Cut 的Doragen 第三包抽到的是Tagemichi的 也是Special Cut 啊! KisakiTeta 居然有Teta喔 最後一包 1 2 3 啊! 誰?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等一下 五藤太虎 因為我是動畫黨 但是劇情還沒有演到 跟它有關的部分 所以我其實對它真的不太說 啊!所以我這五包千東失敗 好沒關係 我下次再去不賣 然後這次還買了Ainana的 17蛋的威化皮卡 17蛋 OMG 你抽到第17蛋了 金籤的話是6週年的衣服 所以 我很想要抽到EU0了 1 2 3 抽到的是Mitsuki 一 二 碰 啊!是Yuki Yuki我記得它是波塞盾 是吧 對! Yuki的話是波塞盾 大家可以看到它拿著三叉戟 欸那它這次的威化皮卡 也是巧克力口味的 第三包 一 三 碰 這張是 Tiuro的金籤 欸它這次不是金籤欸 對不起大家 我更正一下 最近日本人真的很愛做這種 明紅效果的加工 它的背景的裡面 會有一點一點的那種明紅特效 然後 它的名字的話 跟之前不一樣 不是機籤 而是把Ryu的名字 寫著那個明紅特效的效果 這邊還會有個六中年的圖案 最近日本的商品 我發現不管是吊飾還是 色質或什麼之類的 他們都很愛做這種有點彩虹的特效 我要把希望放在下一個作品 Trucing的部分 推的是 東明跟安將 然後 我是VV的全團推 那希望 如果有人中到VV的我就開心 せーの ほい 喔! 我第一張抽到的是 紫卡莎 第一次在布羅斯卡的 冰卡裡面抽到男生欸 好來看一下我第二棒是誰 一 二 三 啊! 抽到了! Kohane 我第二棒抽到的是Kohane 開心 欸好開心喔 一 二 三 啊! 等一下 咦! 這張是Leo Card喔! 所以我今天抽最後的部分居然是Pro Sega欸 剩下幾個的話 我算是我幫我哥買的 我媽買了一個 兩個馬娘的 然後兩包Holo Life的冰卡 我只知道他有這些作品 但是我不知道他喜歡什麼角色欸 而且我可能會瞬間有點認不太出來 所以先跟大家說一聲抱歉 我先抽Holo Life開好了 他的話也是做香草口味的 一 二 三 我抽到的是 Subaru醬的 Holo Life的卡好酷喔 他前面不是角色嗎 他後面的話是以前畢業的時候 會有的那個填寫 畢業紀念書交換資料的那個東西 輕筆寫的那些字喔 欸好可愛喔 這個世界很酷欸 喔! 我抽到的是兔兔的 所有的格子裡面都有 ペ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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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最下面還講說 如果你不知道ペコ是什麼意思的話 就趕快來看配信 好那最後最後來看的是 馬娘的兩個文化冰卡 他跟其他的比較不一樣欸 他的整體的包裝只會比較長一點點 是有這種分裝的 嘿! 我第一張抽到就是SR卡欸 真的 這一張呢是 大伊達庫ヘリオス的 那最後一包來看一下是誰呢 最後一包是 Machikade Fukukitaru 喜歡馬娘的人都很厲害 因為我覺得他們的名字超難唸的 喔~~ 各位 他後面可是有寫他的Street Size囉 指紋類的東西真的是比較便宜 比較好下手 走樣的時候可以去購買的東西 然後種類也非常豐富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這樣子到此結束 我是澎澎一澎澎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